我們這個班長 很會把我創立的 時間要不夠就一定要叫我起來 其實我們這個轉播是向全球轉播 差不多每一次 每一次我上課大概都50萬人出來看 你不怕到 你如果去官網去看我上課的時候 有多少人看 你就很清楚 現在不是只有全世界和中國都你看 因為中國也要學到那個戰爭法 戰爭法沒有錯 戰爭法要將這 我們說的這四個東西合併起來 不是那麼簡單 那個中華民國的三軍的教部長 也確定叫我去上課 我告訴你打他 我要上戰爭法是要銷售什麼人 中華民國 你叫我去上課 你碰不夠快 我告訴你沒有人 我說你買手去看就好 其實台灣民政府會接港政權 只不過是叫建政法來 而且台灣民政府接政權是向美國軍事政府接 不是向中華民國接 所以跟中華民國中 我們不會發生矛盾 雖然我們那個車牌有沒有 紅色的車牌 現在在全台灣怎麼四個走 沒有幫你開發堂 有啦 幾個部署都 那個媒體都想說 警察要把我們開發堂 所以這些媒體 他們不懂 你要原諒他 到羅北 蘋果日報 用一個轉辦 A2 記者 神祭記者 兩個記者 趕快去高級 來上課 坐在這個位置 坐那個位置 誰說知道坐那個位置 因為他第三天在搬那個國旗的時候 美國記的時候 咦 上課那裡有你 我搬那個國旗的那個相片 所以我就知道 喔 這樣算很好啦 記者 為了追究真正的事情 以後呢 這個要做 來 來 親心來這裡上課 到底我們台灣民政府在說什麼 台灣人 我們 正小孩的時候 喔 給國民黨 給中國人 會扣分給你告訴你 什麼 反共抗惡 是不是 有沒有 殺豬把馬 有沒有 我們小孩的時候 嘛 現在大學年的時候 變成什麼 要國共 合作 你會覺得說 很奇怪嗎 尤其是 幾年前陳雲林來台灣的時候 國民黨 那些青天白日 自曼利弘 他賣一支 他說不可以撤出來 青天白日 萬一 機子不可以撤出來 什麼人 你保護 民進黨 所以我想說 你民進黨 你做什麼 你說要消費中華民國 你保護中華民國 那些機子 所以我們台灣人生活在矛盾之中 還有最差別的就是 連前和郝博春 在選 市長的時候 不是他們兩個 選市長 那個連勝文在選的時候 他們兩個出來說 你們這些黃民 有嗎 說黃民 你們這些黃民 到今天還在護衛著日本 我請問 為 他說黃民到現在為止 他有出來 道歉嗎 有嗎 連前和郝博春 有嗎 他不用道歉 他說的都是屬於 李定衛不知道 撞不住 等到郝博春 說 郝博春跟連戰說 台灣人是黃民 是完全正確的 是怎麼正確 不是說日本竊戰台灣嗎 我向你請教 當時日本竊戰台灣 你跟我說 竊戰的竊是什麼意思 逃脫 不是本天皇一定說 台灣這麼大方是不用逃脫 你是因為建經輸 清條 跟日本 帝國 建經 清條 輸去1894年 輸去以後 夾武戰爭 輸去以後 皇帝沒辦法 要拿東西來賠人 他怎麼賠錢 他將兩塊土地賠給日本天皇 將台灣 到 那 澎湖 飛到台灣 飛到日本天皇 清條的時候 台灣的土地 地圖 你不要看嗎 有沒有 清朝的時候 來我給你看 清條的時候 台灣的土地 和中國的土地 會賠 不是我們賠 這是法國人賠 法國人 在17 15年賠 這張賠 你有看這張賠 怪怪嗎 會怪嗎 好像 這個台灣 欠一半 有沒有 這邊都沒去 不是沒去 如果中國人要跟你說 就說 這坊以前沾在海底 路邊才撲出來 這價錢不是這個 我是說英國人要這樣說 這廠都 很清楚自己證明 清條的時候 台灣 分成六個地方 屯肯區 就是清條的時候 漢人 走來這個地方屯肯 所以台灣是千千萬萬的 拓殖地 殖民地 清條的殖民地 正正有規定 殖民地 可以割讓 如果是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不可以割讓 所以 以前的江澤民 常說 台灣是中國神聖 不可分割的土地 現在都沒說 為什麼沒說 美國 中國 將這些土 資料 給 習近平 給胡錦濤 你這樣說 你會死 你用民族主義 民族 民族主義 你騙你的 中國的人民 到樓尾 你會被人民所吞 吞掉 所以 自從習近平 胡錦濤 跟歐巴馬 記過面 他們改變策略 他說 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core interest 什麼是核心利益 沒有人知道 我跟你說 那中國人所創造的語言 但是那個一後 四年前 一後 他開始都沒說什麼 台灣是中國神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地方是青條 的殖民地 拓殖地 建設的規定 殖民地可以割讓 但是神聖 不可分割領土 不可以割讓 馬關條 用台灣朋友 掛給日本天王 還掛一個地方 叫做遼南群島 遼南群島 也是一樣 掛給日本天王 但是那時候 有三個國家出來抗議 中國法國 跟蘇聯 說等一下 什麼是遼南群島 遼南群島 遼南群島是什麼 叫做奉天 奉 奉命的奉 奉天 奉天 奉天這個地方是 清條 它的 發源地 滿清的發源地 所以清條 奉天掛給日本天王 這不合乎 國際法 怎麼說 神聖不可分割的土地 不可以掛給人 所以他們這三個出來 感謝他 跟日本天王說 你要行人 日本天王有了 有行 十天以後 又簽一個叫做遼南群 遼南合約 從奉天的所在 行給清條 所以為那個所在 你就知道 你知道嗎 但是台灣跟平洋無形 為什麼 因為是殖民地 拓殖地 所以 拓殖地 掛給日本天王 台灣澎湖 仍然是 殖民地 殖民地 掛給人 也是殖民地 那日本天王 怎麼這麼好 其實日本天王 會比較 國際法的專家 很多 為什麼很多 因為 大日本帝國的時候 那時候 日本 帝國 他有用精神 在法理上面 去做研究 那時候 中國 跟 日本 都派人去帝國 日本派人去帝國 學的是什麼 以法理跟政治 中國去學的是什麼 那時候 有軍事 所以 希特勒 有一次 他去巡視 這些學生的時候 看到 一個人 從東方來 他跟 旁邊的人說 這人是 三十以來的孩子 他說 這是日本帝國的孩子 有什麼 有這個法理跟政治 這人 這人 什麼 這些年輕人 是什麼 就是 中國派 清調派 學什麼 學 學 學 建政 希特勒說 幾位 他說 我自己預測 五十年以後 日本 會是全世界上共的國家 不用到五十年 三十年而已 日本就 背起來 世界第一名 你現在 也許 你不會相信 說日本以前是第一 世界第一強的國家 但是你想一個 你就會相信我的話 全世界的人 打到美國的本土 是什麼人 打到日本 打到美國的本土 的國家 是什麼人 日本帝國 全世界 有啦 只有一個兵馬桶 用飛機去撞 那是例外 那是例外 但是 能夠打到亞 亞洲人能夠打到美國的 本土 像是日本人 那時候全日本 是世界 如果要算共的國家 美國是 殊三個國家而已 日本 在那時候 第二次世界財政 以前 是第一流的國家 這第一流的國家 包括什麼 包括我們台灣 魚油農園 所以日本 孫田龍在1937年 四月出的選擇 台灣實施 黃明化 黃明化 什麼叫黃明化 就是你在台灣 這些人 可以開始學習技 可以開始來改名 一切都來學日本 本土的 風俗 習慣 怎麼會這樣 因為 北海道 北海道 日本知道 北海道 本洲四國 跟那種 那種 九州 日本以前的北海道 北海道是屬 日本天皇的殖民地 北海道 是一個叫做愛奴族的原住民 但日本天皇 要將這個北海道 並為他的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先在北海道實施 黃明化 就是讓那些愛奴族的人 去學日本的 風俗習慣 之後 在那裡實施 憲法 這最重要 這是萬國公法規定的 在北海道實施憲法 就是說 北海道的人 和日本本土的人 地位一樣 可以參加他的政治 參加選舉 這樣的時候 北海道 變成日本的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拿到台灣一後 日本天皇 有叫這個國政法 在走 1937年 世世風明化 所以我們裡面 我高級 差不多應該有 20到23%左右 台灣人 家宿 日本時代 改名 你不知道 你有改名嗎 他走 是你不知道 還是 古蹟你是不知道 其實你去兵 那個火口天分 可以看得出來 有很多人都改名 以前那個 柯文哲也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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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 包括我也是 我的老爺 阿公 我的阿公 也有改名 有很多 我叫做林 生林 岳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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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問你,這一個很留意的觀念,看我這裡 建徵會死人嗎?你像會嗎?一定會嘛,對不對? 代表國家去建徵四季要怎樣? 你覺得嗎?你的心情代表國家去建徵四季要怎樣? 中列詞 你說什麼?中列詞,還有什麼? 要賠錢,不要鄉須賠錢,四季就要賠錢 我告訴你,中列詞是我們台灣人是中國教學說中列詞 中列詞是中國人四季以後放在中列詞 我告訴你一個事情,你會怕到 現時在中列詞裡面有台灣人嗎? 沒有超過一百的 你不知道怎麼還記得嗎?有兩隻軍旗在法連龍山 他的家屬跟他說,我們這兩個 子弟是不是應該放在中列詞? 國防部說NO 其實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所以不能進中列詞 之後你去中國四季 去中華美國四季,你才可以進入中列詞 台灣人建徵四季多少?三萬九千一百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些四季要怎樣?要放在哪裡? 全世界大戰就好是不是?NO 放在哪裡?日本的建國神社 日本的建國神社 為什麼台灣人建徵四季都要放在日本的建國神社? 因為我們是日本人 日本建徵四季都要放在中列詞 放在那個建國神社 這是很自然的啊 不要去中列詞走去 你們都不要去,有人不要去 建國神社這個地方 是我們台灣的 真真是我們台灣的祖先 不是台地的,它的靈位放在那裡 所以我向你們,我勸你們啊 你如果要參加政治 要在台灣這個土地做的光 要記住你家裡的平安 要去中國神社 一世人最終要再一次 我們的祖先在那裡 我們台灣民政府 已經派四季 今年的要第五季了 每一次我們都有去日本的中國神社 去拜 我說一些怪力亂神的給你聽 怪力亂神是不準的 聽聽就好 我們每一年去建國神社參拜 最多是210人 最少都超50人 在那個建國神社發生很多 很多靈異事件 我們台灣人去 機關的每一次去 都有人會去檔 去檔的意思你怎麼聽到 就是說 蛤 對 對 我是不相信這一種 但是回來都動心要跟我說 那是內電 內電是我們日本天皇在拜的地方 我們是日本天皇的風民 所以我們有主義去 日本人是天皇的什麼 國民 國民 是怎樣 現在的日本和日本 對國有一樣嗎 不一樣 現在的日本 是經過去賣客 改改憲法 所以 訂定了一個新的國家 新的日本 我們是 民地憲法 在台灣是死 一九四五年四歲 所以我們是豐民 所以你看豐民比較大 你聽好嗎 豐民比較大還是國民比較大 豐民 當然豐民嘛 對不對 豐民的住民跟國民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常常跟日本人開玩笑 我說 如果去政國神社 你要拜他在外國 那是怎樣 在日本 我要拜頭前 我是豐民 你是國民 我還請到你一個問題 大日本帝國 那還有一個嗎 這個國家那裡有沒有 有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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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手 奇怪 你怎麼都知道有 蛤 蛤 老師有說嗎 天皇 蛤 蛤 我沒說 老師都跟我頭說 只要日本天皇存在 大日本帝國就存在 所以日本天皇在 大日本帝國在 現在是新的日本政府也有在 所以紀念大日本帝國 要再在 我問你 我們的國政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 理論是說大日本帝國 其實呢 我們是等於 現在我們的國政是懸空 suspend 因為戰爭失敗 去讓 這個同盟國 幫人出發 跟日本政府說 你 暫時不能去管台灣 所以 馬官條 馬官條 就今天和平條的第二條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第二條給你看看 這個第二條 很清楚的 Japan renounces 日本政府放棄 有人問說 是怎麼日本政府 不一定是日本天皇啊 我告訴你 日本天皇是有這些土地 所以他有租款 日本政府 有管轄權 這是風地的地方 的這個差別 日本人剛才開始也不太多 一直到去年四月份 歐巴馬去日本訪問 他在演講的時候 跟日本人說 尖閣群島 就是釣魚台 釣魚台 我美國有管轄權 至於 尖閣群島的主權 我暫時不評論 日本人聽到 日本人聽到 怕一條 第一 他怕什麼 管轄權 跟主權 不一樣 這個主權 是什麼 你想什麼 日本天皇 不是日本 日本天皇 因為日本天皇 台灣的經營 一樣 台灣的主權是什麼 日本天皇 但是管轄權 是誰 減息是誰 日本政府已經放棄了 在這裡 他已經放棄了 放棄以後 現在台灣一些獨牌就說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主權 很開心 放棄台灣主權 在哪裡 Renunces 放棄 Right Title 和Claim 這三個不是代表主權 再來 這三個 你如果 眼睛比較緊 你看看 ALL 就是ALL 全部 對不對 如果照英語來說 那個Right 要加什麼 S 這裡有加嗎 沒有 Right 沒有加S Claim 沒有加S Title 也沒有加S 標示說 這個Right Title 和Claim 這三個東西 一定還是有一個部分 保留在日本政府的手上 現在人家就問 日本怎麼能代表日本政府 來 我給你看一個東西 日本的投降書 1945年9月2號 簽一個投降書 這個投降書 這個投降書 什麼人代表 日本天皇 日本政府去簽 投降書 最上面這個 叫做崇光愧 崇光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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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投降書 是什麼東西 你看喔 Behave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就是代表 崇光愧代表 日本天皇 and 和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所以崇光愧是代表兩個 所以標示什麼 天皇是天皇 政府是政府 你聽不懂 所以這個時候 到今天的為止 日本天皇 不放棄台灣的租款 但是日本政府 因為建政失敗 所以同盟國跟你說 No 你不能再去趕台灣 那你這樣想 用你的頭去想想 台灣國際要走什麼 你如果要獨立 要問日本天皇 所以美國跟你說幾個次啊 台灣如果要獨立 獨立代表戰爭 這個戰爭是誰要跟你打 是美國要跟你打 不是中國 中國到現在為止 要跟你打一張飛沿 一張青蟻來台灣嗎 沒有 中國很清楚 這個青蟻開下去 這個青蟻來台灣 建政開始 他不敢 所以跟你說 要用那些飛彈啊 那都給你打架 而且那個時候 要用飛沿打台灣的時候 他特別跟美國說 我先跟你說 我裡面是空的喔 我不真的要打台灣喔 他說飛彈裡面是空的 所以美國跟李定衛說 李定衛說 李定衛就臭皮了 他說有十八般武藝 要對付中國 其實他早就知道了嘛 那個飛沿打裡面 你怕什麼 你知道嗎 他只有飛沿打給你台灣人怕而已 就是說齁 處心機力 只要給我們台灣人怕 尤其是選舉還要夠了 都用武力啦 但現在 給我們一個胸口 一個講話 一些他要用武力 都破功 現在破功他要怎樣 他想法 現在用經濟 因為台灣人齁 台灣人齁 台灣人的特點有什麼東西 你想想看 台灣人有什麼特點 愛錢 不是說愛錢啦 愛賺錢啦 愛賺錢啦 對不對 愛賺錢 還要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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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賺錢 叫賺錢 沒辦法 台灣人很愛賺錢 台灣人很生命 怕死 對不對 台灣人又很愛做官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歐多新北 厚騰新平 這人二十幾歲的時候 東京地台北 日本天皇給他派去台灣來關 叫民政長官 關了七八年以後 還回到日本 日本天皇給他叫來 你在台灣關了怎麼辦 他說 太好了 台灣人很好關 他說 台灣人符合三個東西 就好了 愛賺錢 怕死 要賺錢 其實我的回答是說 全世界的人都是這三項 全世界的人 這三項什麼人賺 人家賺的 人家賺的都假選的 大家都賺 對不對 所以 他在講的話 聽聽就好 但是你不可以 真的叫人說 愛錢怕死 愛做官 這樣讓妳 怕到 不要 因為這三項是 四可而止 所以我們後來台灣民政務 後來前景 都要針對這三個事情 來做規劃 台灣人要錢 好 我給你台灣人錢 台灣人錢就是 你生孩子生出來 頭一天生出來 你便宜的時候 政府就給你一項 一項 老婆 裡面有五萬 他要每一項的都給你五萬 你這個小孩要給他好好照顧 他是台灣的寶貝 你這樣 你這樣生嗎 我看你的年齡 好像有稍微 有比較大 你不可以跟他回答 你這樣 這個年輕人怎麼回答 我還 比較感冒 你太老了 不能再生了 拜託 可以生的孩子 再來 到一十月的時候 開始託説 託説 政府幫你保證 你由幼稚園開始託説 福祉 所有的學位 都由我們台灣民政務來負擔 這樣就不用擔憂了 負擔的時候 包括什麼 營養午餐 我說這個事情給你聽 我是在跟你說一個觀念 中國跟英國 你如果去跟他訪問 你就發現說 他的孩子都在校外吃營養午餐 你問家長說 學校都供應營養午餐好棒喔 我像負擔要託 問你一個位 他說 如果不供應營養午餐的時候 沒有我這些孩子要去吃飯 那意思是你也聽得到 就是他們覺得說 供應銀行文春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我們覺得說有好大的恩惠 18歲以上的孩子 你的父母如果超過兩間房子 我就不送你 如果沒有兩間房子 由我們台灣民主都送你一間房子 讓你住 你會覺得很奇怪 祕書長你開這條件 錢買回來 你有這個問題嗎 你一定要有問題 不然這麼多錢是要拿回來 對不對 我告訴你 你台灣人是好丫到你自己不知道 第一 你不用買武器 你去給美國占領 給中國民國代替美國占領 你買什麼武器 一年幾千億 這錢都升起來 不是只有升起來而已 我現在要說的 這是美國每次都很討厭我講這個話 就是說 你過去 從1952年開始到現在為止 你 叫中國民國買的武器 我台灣人來買錢 你都要行我 我怎麼就買武器 我問你 我給你吃而已 你才錢要行我 還有一條很大條的 你聽得清楚不能擲桌 我們的軍事機 農總做給美國 你會覺得很奇怪 你給中國民國統治 他用你的軍事機 你不是說應該 他跟你說一句話 你要愛國 愛個屁啦 愛怎麼國 那個土地是我台灣人的 美國人去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不要聽過 夏威夷 夏威夷的收入裡面 第一名是什麼東西 觀光對不對 到的走去 你都不對 不是觀光啦 他觀光是賺很多錢的 他的 造金 他做什麼 做美軍基地 空軍基地 海軍基地 所有基地 美國都要賺錢 你說很奇怪 哈威夷不是美國的土地嗎 全世界的國家 軍事用地 農總要向老百姓祖 不是你能用的啦 中國民國用我們的土地 有給我們算錢 沒有算錢 我給你募收 說我要徵收為軍事用地 那不對的觀念 我說希望你們要有新的觀念 新的概念 這些東西做給美國就好了 他要美國付我們錢 你看美國現在做那個AIT 金福錄一百號 有嗎 你知道他做六個嗎 你知道嗎 九十九年 又再九十九年 時間又再延 那頂什麼 那個土地頂什麼 美國的 你都會怕到 所以美國要用土地都要 就要奮利來 所以我們這個軍事基地做給美國 你怎麼在家裡都做就好了 我是跟你說實在 我沒有跟你開玩一下 我跟你說波多里哥 波多里哥 是美國跟西班牙 建政西班牙 輸西班牙 掛四個殖民地給美國 波多里哥 古巴 現在關島跟菲律賓 這四個都是殖民地 古巴經過三年他就讓他獨立了 要獨立的以前 美國多夭壽呢 古巴有一個地方叫做關塔納莫灣 一個島 他說你這個島要做什麼 那實在說 你沒有做就不行 他就開學書寫好 叫你簽字 他做為什麼有錢 因為金牙佬他也有錢給你 古巴的關塔納莫灣他做的時候 他錢就要把他放在什麼 放在國際銀行 所以卡司族執政他 他實施共產主義 他說NO 我不租給你 不租給你 不租給你 我契約簽好了 我在搶他 我就等他把你嚇到那個 世界銀行 靈不靈靈 現在一直到現在 已經幾百年了 我看眾議一天 卡司族騎上去 新的那個賬款他去領 不領 白靈 你不必領也沒辦法 科學書就有了 你是要什麼 還有一個地方是什麼 日本 普天天居地 這三個地方都是因為 建金輸以後 去美國強迫做的 台灣也是一樣 金浮路一百貨兩萬坪 這個地方是什麼 亞洲軍事基地 最大的 所以美軍絕對在賣 你不用擔心 中國要打台灣 絕對先打到日本 美國這麼說 英文也不可能 所以但是你為這個地方 你可以知道 建徵失敗的人多疾 就好 在那邊賣人 土地也會賣人 現在美國比較文明 這個地方 他文明是什麼 因為美國 在二次世界大戰 他參議院跟眾議院開飛通過 美國除了五十個州以外 不要增加新的州 比較不會覺得 美國一直擴張領土 我們台灣算很好玩 去給美國打敗 你好家在不是給中國打敗 如果叫中國打敗 我們怕會去打敗 我告訴你 全世界很多人 要讓美國打敗 你不記得以前 台灣 要獨立的 不可以獨立的 就像說 叫美國選前 不用了 老早就選前了 老早就輸美國了 美國給你贖領 中華民國給你贖領 在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讓美國佔領 美國會按照戰爭法 來去做這些工作 當然 我的時間還夠了 明天告訴你 讓美國選領有什麼好處 謝謝